大家好 很多花有在扦插这个长寿花的时候呢 经常容易导致这个叉条啊腐烂 然后呢这个扦插失败 那么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使用上这种小妙招 我们再来扦插的话呢 完全不会担心有腐烂的风险 而且成活率还特别高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呢首先就是我们选择的枝条呢 一定要是这种嫩枝 因为这个嫩枝在繁殖之后呢 植株生长啊会非常的快 而且呢分支能力特别强 整个株形特别的美观 植株的寿命也是非常长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选择这个嫩枝 第二个就是插条啊 大概呢就是保证有8到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为了避免腐烂 然后呢加快生根 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枝条 我们不能够直接马上把它截处下来 我们这个时候用什么办法呢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用一把小刀 在这个嫩枝这个部位啊 然后呢给它适当的给它砍伤一点 然后呢我们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这个时候只是把它切伤 但是呢我们这一个枝条不能够脱离这个母体 我们要它处于一个僵断未断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像这样呢处于一个僵断未断 就是说这个嫩枝啊和这个母株呢 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担心它啊断掉脱落下来了 我们也可以用一根竹签呢把它撑起来 然后修剪掉之后呢 我们最好就是给它喷湿一次杀菌剂 因为这里呢会有伤口 而且在春季呢 温度回升之后呢 很容易支撑变菌 我们给它喷湿一次保护性的杀菌剂 选择用带伸猛性这种保护性的杀菌剂就可以了 71千倍给它进行整株喷湿 这样整株喷湿 喷湿之后呢 大家就要注意了 我们呢这个时候 盆土里面呢就不要再浇水了 我们平时干了之后呢 就经常给它喷喷水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就一定要等到这个伤口愈合了 我们才能够喷水 如果直接喷水很容易造成伤口腐烂 在盆土比较干 然后呢湿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剪口处啊 就更容易生根 很容易长出这个气生根 大概就是15天之后 它就能够长出气生根出来 等到这个气生根呢 长到有一厘米长左右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插条啊 把它剪下来 从母体上剪下来 然后直接插在花盆中就可以了 通过这样的操作处理啊 那么这个千叉的成活率会特别的高 再也不会黑服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